再来测试一下 刚才肯定是没有夹中间的烫门头 重没有 才36度肯定是没夹中 还是很烫 再喝点分开水 不喝了 刚才喝一大罐 再喝一点 喝多一点水 医生都说要喝多一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冬 现在早上10点 云云还有老婆来现场了 然后待会我和云云去医院看病 看医生 咳嗽发烧有两三天了 在村里面乘所看又看不好 然后我就打电话 叫他来现场这里吧 去大医院看 应该是 是太多日气东西了 村里面的医生就说是热毒 热毒 发高烧 小孩就是容易发烧 咳嗽 在村里面乘所看又看不好 而且看一次五六十块钱了 现在六十八块钱一次 然后就去现场医院吧 来慢慢看一下 哦39度多了 要上39度了 嗯 现在去了 是39.5度啊 嗯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心里就在这里了 走了 走了 普通发日门诊 现在发烧又全部安排去发日门诊了 还要做核酸 挺麻烦的 咳嗽也是很难受特别是晚上影响睡眠睡不好没精神 调完这瓶药水就会去了 骨头汤 凉了 加热一下 今天上午煲的 来不及吃 然后就去医院了 加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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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汤吃药 喝点汤 起来 吃了药再休息 要收给我 老婆 会不会太补了 他现在日气 包那么补了汤 哪里是补汤 这些不是沙参吗 还有外山 红角 会不会太补了 补什么补 才一个红角 他这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 喝点骨头汤 脏腔免疫力 嘴蛋是吗 吃点红萝卜 吃点红 好吃 finalmente喝了汤再吃药了 那些要肚子饱汤吃的是吧 嗯 不能空腹吃的 慢慢嚼啊 一箱说明天还要去一次是吧 嗯 还要去钓两三天药水 用的药水就在做木化 它咳嗽 做就做呗 听音箱话 可以啦 你吃吧 这个趴的东西 把我吃了给趴着 爸 不吃就不吃了 那就先回去 就躺着休息 休息一下躺平 休息几分钟 等妈妈吃完再拿药回去 今天有没有公开啊 没有 没有干 没有 没有 就休息吧 想不休息都拿呢 挡平两天 可以 肚子 肚子 还要吃一档米 due to the day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拜拜 感谢大家